天哪我怎么感觉业务有一点点的生疏啊 我现在应该看上去还是很胖吧 坐在摄影 不知道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把你的袋给忘掉 有没有看上其他的博主 如果有的话也不要让我知道 我是一个玻璃心 先吧 哈喽 欢迎来到毛蛋的视频 你们的大尔姨终于营业了 今天呢就是我正式的做完月子之后的开工第一条视频 超级紧张 超级激动是怎么回事 可能太久都没有拍摄这种关于美妆类的视频了 我就坐在摄影机面前居然有一点点的生疏 妈呀 好热呀 怎么回事 我要出汗了 这段时间大家过得好吗 我换了新发色哦 有没有发现 这个颜色呢 可能在镜头里看着比较像黑色的头发 但是它在灯光下面呢 是有一点点那种泛青色蓝色的 一个新的面貌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不知道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把你的袋给忘掉 有没有看上其他的博主 如果有的话也不要让我知道 我是一个玻璃心 但是今天的开箱呢 一定是非常值得看的 从我生之前到双十一到我坐月子期间 就攒了这么多的快递 有一些呢我是实在是没有忍住就打开了 然后有一些已经试用了一段时间了 反正都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段时间我有买到啊 用到什么东西 聊聊天 开开箱 先从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视频开始 我的营业 OK 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这一堆箱子里面呢 就是我已经打开了试用一段时间的产品了 所以跟大家大概的过一下 如果你们有特别想了解我的使用心得的产品呢 就一定多发弹幕 然后多评论告诉我啊 这里面呢就有很多日系的产品 比如说KMAKE的18号眼影 这应该是新出的一个色号 这是我今天眼睛上画的颜色 是一个那种偏冷色系的 所以我最近就是很喜欢冷色系的眼影 因为染了这种蓝黑色的头发啊 最近买了这个 我们国货的一个眼影盘 Flooted 然后还有买这个最近很火的睫毛夹 到时候会跟大家分享心得 然后还有日本的这个眼线笔白色的 买了Makeup Forever的这个粉饼呢 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在月子中心有分享过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还有一些日系的Dolly Wink眼线笔 爱丽小屋的这个肤色的眼线笔 就是可以用来画内眼瞼的那个地方的 还有KMAKE的腮红新色号10号 还买了一盘Urban Decay的眼影盘 我买了它家两盘眼影盘 一个是这个 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颜色的 我觉得很实用 是这种的 是这种色系的 就是酒红色盘 还买了它家最近不是出的那个 蜂蜜盘吗 对可能不是最近了 因为现在已经过去好久了 但是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新的 还有这个 Excel的新眉笔 然后买个棕色的 但是我染了头发之后就用不了这个棕色了 真烦 我现在是用的那种灰色系的眉毛 才能比较搭这种发色 最近其实重新了好多产品 还有一些粉底液 露滑浓的这个粉底液 我还是非常看好的 还有Excel的 之前我已经买了用了一段时间的 这两瓶粉底液 我觉得这几个粉底液都是还蛮值得期待的 评价 我用下来觉得可以推荐的那种类型 具体是什么妆效到时候给大家分享 不要着急 你们如果很感谢的话一定要留言告诉我 现在有超级超级多的产品心得 想要一口气都跟大家分享 但是时间不允许啊 我们赶紧来拆箱吧 好了现在开始开箱 真正的开箱 这是真正的开箱 这是我收到没有打开的东西 我自己都有点忘记都买了啥了 大家这段时间是不是也是大多数买了很多东西啊 我自己今年呢 反正是买的美妆啊 化妆品啊 就是自己的东西 相比去年来说的话 会少了一些 然后有增加的 你们肯定知道 增加了一些母婴类的产品 首先这个算是跟母婴相关的 就是洗发水 是防脱的洗发水 是康儒的这个防脱洗发水 因为康儒家的洗发水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我现在啊还没有开始脱发呢 谁都不要说我脱发 我没有脱发 但是呢现在就应该开始预防了 据说生完孩子的 四五个月之后就会开始脱发 所以呢我这个已经备好了 两大瓶绝对够用了 继续拆 这里面呢 应该是我买的美宝莲家的东西 哇 真的送了好多 买了他家的气垫 因为看到某家其同学 有推荐他们家的气垫 我就非常感兴趣 就好像是他推荐的 所有的平价底妆 我都有入 都有买 都是我还蛮喜欢的 还没有踩到过雷 所以我这个呢 迫不及待就买了一个 美宝莲的气垫粉底霜 色号120 不知道会不会偏白 我真的送了好多 这个是买的哦 这个是买的 然后里面这些啊 全部都是送的 这个是fit me的粉底 然后海绵蛋 两个小小的卸妆 眼唇卸妆液 哇这个喜欢 这个超实用 我很喜欢他们家卸妆液 然后还有两个小粉底 还有一支小口红 好秀真好迷你 还有一瓶卸妆水 这个里面是啥呀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感觉我现在已经生完孩子了嘛 你们现在不会还有一些人 不知道我已经生完孩子了吧 就是不知道我还怀孕这件事的 真的是假粉了 因为我每次好像就是发 有关于孩子的呀 或者是关于什么怀孕的 都会看到下面有人 说啊你怀孕了 什么时候怀孕的 哇这个是宝宝的衣服耶 我给宝宝买的小衣服 给你们看一眼 现在宝宝长的是飞快 我之前给他就是 在生之前背的衣服 现在都有的是小了 你看这个好可爱呀 这种就是那种小和尚服 这样穿起来呢会比较方便 超可爱的 小蛋宝一定会很喜欢 反正喜有喜欢我也不知道 接着这个里面呢 是欧书丹的东西 我已经想到是啥了 哇哦 这个打开之后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个像礼盒一样的东西 哦 就是很像一份礼物 仪式感十足的一个快递包裹 这些应该是赠品吧 还蛮多的 有一些沐浴露啊 然后小的 护手霜之类的 好迷你哦 这个里面呢 就是护手霜礼盒 还蛮精致的这个小包装 可以考虑在圣诞节的时候 送给周围的朋友啊之类的 哇这个还挺喜欢 挺喜欢挺喜欢 然后这个小盒子 还有一些这种赠品 哦赠品真的还蛮多的 你们买东西的时候 看到赠品多 你们会很心动吗 我其实是会很心动的 我就感觉这种零零零零 迷你的小样啊 或者是便携装呀 我就会很想要 但是其实我买了之后 会把它放在抽屉里 一直用不到 但是当下看到就很想要 我不知道这是 是咋回事 还有你们朱一龙同学的 这个明信片 哦 这个好重哦 尾巴生活 我知道是啥了 这个呢是给我家猫买的猫砂 就他们家的猫砂 我还是蛮喜欢的 就之前是他们寄给我的 想要跟我合作来着 然后我不知道为啥 就没有这个合作了 我自己是很喜欢他们家的东西 所以后面都是我自己买了 他们家的猫砂 这是这个样子的 非常方便的豆腐猫砂 好我们继续拆箱 其实我觉得当了妈之后啊 就是我当下 刚生完宝宝的时候 心里非常多非常多的焦虑 还有担心 就觉得当了妈妈之后 我的责任一下子那么重大了 那是一个生命 就各个方面都要负责任 就生怕他哪个地方我没有照顾好 就是心理压力是特别大的 但是我做完月子之后呢 月嫂的帮忙 然后有自己家人的帮忙 我就觉得这件事就变得容易了起来 就现在心情就变得很好 然后很轻松 我觉得跟生之前的状态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只不过我要定时给他喂奶 然后心里就是多牵挂了一个 可爱的小生命 就是期待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担心的东西就少了一些 所以这是我一个心情的变化吧 所以说我觉得就生孩子嘛 你不要把它想成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需要整个家庭的帮助 整个家庭的支持 所以也没有说就是生了孩子 满脑子就全都是家庭的一些琐事 家务事跟孩子 没有自己的生活 真的不是这样子的 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恩我现在的状态 这是我买的免洗喷雾 还是康儒家的 就我之前有尝试过其他品牌的免洗喷雾 我还是觉得这个我用的最顺手 然后头发的感觉最好 头皮上也不会有太多那种残留的东西 很难洗 或者是让头皮系很多 所以我这次呢还是有囤了四罐 康儒的免洗喷雾 是在京东上买的还蛮便宜的 买二送二 这个快递里面是我给宝宝买的那个布的书 就是可以就撕不烂的那种书 是认识一些小东西的 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开始跟他有一些这种互动了 就交给他去认识字母呀 认识一些小汽车 就是生活里面的东西 现在小蛋宝已经开始跟就我们有一些互动了 就他不仅仅是饿了吃难受了哭这样子 他还会我们跟他说话呀逗他玩的时候 他还会咿呀呀的去回应了 感觉他已经开始懂事了一样 长得超级快 Oh my god 这是什么 是我买的啥呀 我都忘了 这个就是我之前在网上有种草的一盘 我觉得会很实用的一个眼影 他看上去会跟3CE很像 也是一个韩国的出的 好像是韩国的博主出的 这个颜色真的是我很喜欢的那种大地色系的 大地色偏暖一点的 就很有质感的那种配色 我非常喜欢 不知道他的粉质是怎么样低 试过之后再分享 我们继续拆箱 这个是我买的那个 啥呢 我的脑子怎么转的那么慢了 可能是我这一段时间都没有怎么动过脑子 去做一些脑力活动 我觉得我现在反应好迟钝了 这个是那个束缚带 对对对 这个收缚带 缠后收缚带 说实话我用了一下 我感觉没什么效果 这是我已经打开了的 留了一个盒子 上海家画 这就是我又是跟着李佳琪买的 玉泽的面膜 他说这个很好用 买了两盒 先来尝试一下 一共是12片 还有我腾的卫生巾 苏菲的 极薄的 枯薯薄液体的我也有 腾一些 这是啥 我买的理肤全的喷雾 买了两瓶 好大一瓶啊 这个 这个是不是大家都用过呀 我觉得这个在夏天用可能会很爽 感觉比较镇静皮肤 尤其是当我去玩黑头 我感觉皮肤有点红红的 热热胀胀的时候 可能喷一下这个会觉得比较舒服 看这又是玉泽的面膜 这是送的纵品 就是这种单包的 还有一瓶眼霜 这个面膜是我超级想要尝试的 就是那种干的面膜 里面是没有汤水的 然后要自己去加水 把里面的精华给溶掉 然后再敷在脸上的那种 这大箱子我已经打开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品牌送的一个公关品 对了我要特别特别感谢 就是在我离开这段时间 还依旧我没有把我忘记的那些品牌爸爸们 还有我这么多品牌爸爸有惦记着我 给我送来了一些关爱的礼物 超级超级的开心 非常非常感谢 所以在这里感谢一下 这个是从来都没有在我视频里出现过的 雨昕糖 送给了我一个玫瑰花茶 还有这个曲奇饼干 非常感谢 超级想吃曲奇饼干 就这种点心类的东西 我都好想吃 但是我现在太胖了 就这么说 我现在至少要剪个20多斤 才能像我短头发的时候那样 不过现在呢 就是不太适合减肥 我就怕影响奶水啊什么的 但是还是得控制 像这种曲奇饼干的话 我就还是少吃了 所以的话我要把这一盒给大家 这里边呢是我买的化妆棉 这个是美丽工匠的化妆棉 因为它用起来呢 跟油泥家那个省水化妆棉呢 非常非常像了 然后它又很便宜 所以我今年是囤的这个 月家的勤俭持家的 有没有一件袋衣 怎么回事 这里还有一个佳化 我还买了佳化啥呀 又是郁泽的面膜 我这到底是买了几盒呀 我这是买虫了吗 这个香开的我头发都有了 这个是啥呢 哦 是我的哈尼盘 金光闪闪的样子 我就知道是它了 这个颜色我也是超级种草的 好好看 这个配色我可以 入秋冬之后 我买的眼影基本上都是 色彩没有那么艳丽的了 就没有那么花花绿绿的了 超级有分量的 是我囤的卸妆湿巾 诶 诶 这里面怎么有一瓶柯纳兰 这是我买的还是 我家电商寄给我的 等一下我去查一下 是我自己在我店里下单的 我这个脑子 因为那段时间 我的店里确实 那个活动还挺好的 所以我自己买的 这个柯纳兰的面霜喷雾 跟这个卸妆湿巾 美抗粉袋的 一定要盘它 超级好用 超级好用 妈呀 这是啥呀 都已经烂了一个大口子了 像我的东西没有掉出来吧 哇塞 这是啥呀 这是啥呀 这是 我想起来了 尼尾雅的沐浴露 送了一个这么可爱的 一个圣诞的挂件 买了三瓶 他们家的这个沐浴慕丝 就是它挤出来 就是泡泡的那种 哇 我超级喜欢它这个包装 好有圣诞的气氛啊 还送了一罐这个 大的润芙露 这个买的好值 哎 当当看 这是买的啥 你们应该能猜到了 这是吃的 买了三只松鼠架的坚果 每日坚果 我在月子中心呢 就养成了 每顿饭之间的 都要吃一顿辅餐 就是要吃一些 小的零食啊 或者是一些 喝一些汤粥啊 之类的 所以说 我现在就可能两三个小时 就会觉得很饿 这种坚果的话 吃起来就 比较有饱足感 哎呀 今年买的吃的东西也不少 这个也是一个吃的 这是买的 小腊肠 买了四包 利丰的小腊肠 我非常喜欢吃小腊肠 尤其是 放在米饭里 像包仔饭一样 我觉得很好吃 好多快递啊 我现在拆到 手酸了已经 叹叹 YSL 你看它也是包装呢 很精美 就是有一种 收到礼物的感觉 有一种 收到礼物的感觉 暴躁开箱 超多赠品 这么多小赠品啊 我买的那个小镜条的口红 现在就想涂哎 21号色 就是一个经典大红色 这次的包装 我觉得还挺渴的 所以我就下手了 你知道平时 吃饭之前泻口红的时候 我都是 舔一舔嘴巴 然后擦掉 用口水浸湿一下 然后把它擦掉 别说你们没干过啊 你们肯定也是这样的 我知道 原来是这种红啊 质地非常的浓郁 并且有一点点的那种黏黏的 涂在我脸上 有一点亮亮的感觉 嗯 还不错 就是一个非常浓郁的那种 红色 稍微偏一点点的 蓝色调的那种 送了一个化妆包哎 这个化妆包感觉 有点丑丑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好 这一看也是一个 我买的大盘产品 yes 就是我买的G凡西 也是它的口红 它们家包装也是很高级 你看 里面有小卡片 哇 好多账品啊 送了一个小口红 然后送了两个那种 乳霜啊 还是什么的 然后这是我买的那个 N37色号 哦 这个是Colourpop季来的 非常非常感谢Colourpop 白体跟Colourpop的一个合作联名 哇塞 这个眼影超级美 你们看一下 这个眼影配色还蛮好看的 感谢Colourpop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 天猫定制礼盒 这是来一份加送的这个礼盒 又是吃的 哇哦 这里面是傻 哎呀 好壮观 我的妈呀 哎 我跟你说 太神奇了 我有点奇迹比较 因为前两天 我刚刚听我们家月嫂说 她之前有一个客户 做完月子之后减肥 吃那个轻体餐 像奶昔啊 那种减肥餐 减肥饮料 减了很多 结果这里面就 真的是减肥饮料 我这个之前都没有拆开过 哎 我的妈呀 我刚想说 谁家的这种轻体餐 做的比较好 我想去买一些 太感谢了 我太需要了 这个就是吸引力法则 好吧 就我心里一直想要的东西 结果就 拥有了 我的妈 哦 我买个洗衣的 太子的防窜色洗衣液 我觉得双十一的话 要真的要囤东西 就是要囤一些日用品 平时反正都是要买 干嘛不在双十一的时候 便宜的买呢 买了两盒 送了一瓶这个洗衣液 这个呢 就是可心柔的 那个纸巾 这是我囤的 这种纸巾虽然是有点贵 但是用起来 特别特别舒服 它的触感是非常柔软的 也不会掉屑 就跟皮肤的那个摩擦力 非常非常小 所以对于我们经常抽鼻涕 这种鼻炎患者来说 也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然后宝宝用起来也很好 这个我就囤了两箱 一包是120抽的 这个是我给宝宝买的 纯棉的纱绵的纱绵 完了完了 我的相机要没电了 累坏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已经开了这么多东西了 非常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陪我一起开箱 虽然没有什么营养吧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还是蛮过瘾的 那喜欢这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 然后留言告诉我你们 大一不在这段时间 你们都干嘛了 以后呢 我就要正式的营业了 这段时间呢 可能到了双十二 也会有一些的 那个商务合作 大一也得稍微 恰恰饭了 希望大家到时候支持一下 非常非常感谢 当然了 我也会多做一些 自己的分享 多做一些产品的总结 分享心得 分享一些 其他的经验等等 年底了 还是得努力的 搬搬砖才行 好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